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杨阳 好久不见了 我是那个过年吃多了长胖的杨阳 那今天呢我是来到了福建的一座茶山 那大家知道福建的铁观音啊 还有大红袍都是非常出名的 而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 这个茶山就是探寻安息铁观音鲜茶的一个茶叶采摘基地 一起走了 Let's go 走 好 我们从入口处进来之后往前走呢 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站 是用专时搭建的这个房子 应该采茶女现场有很多的人 你看有的人呢是 这里边其实还是挺凉快的 感觉挺凉快的 还有人用摩托车过来做工具的 上面呢是那种盖的那种棚顶 这个地方说也可以遮遮羊啊什么的 这些你看 原来是那些采茶的那些阿姨 他们的一些随身物品 暂时是放在这儿的 再往上走呢就是茶园了 我们在这里都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在开始采茶了 现在呢我已经慢慢地走进这个茶园里头了 慢慢地往茶园上走的话 发现这个地方的高度特别的高 你看我背后都是高山来的 要知道这些茶树的一个非常适宜的生长条件就是在800米的这个高山上 这里的空气呀温度呀湿度都特别适合这个茶树的生长 你像这边的话森林覆盖率也非常的高 它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些有机农业有机生态环境啊 这里的这些鸟儿 你看这些茶树生长在这里森林覆盖率又很高 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些鸟儿就可以吃这些茶树的种子 茶树的虫子不是种子 种子吃了就没了哈 可以吃这些茶树的虫子 然后在不打农药的情况下也可以让茶树生长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就是地理优势的一个特别独厚的条件 所以其实要做一份好茶 茶的原材料就是一个关键 那么这些茶树的生长环境也非常非常的考究了 所以我今天来到的这片茶园也让我非常非常的欣喜 高度啊还有整个的光线阳光 还有它整个环境空气温度都觉得非常不错 这个高山上的生态茶园非常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探索呢 刚刚我们也看到好多的这个叶片啊 非常的饱满多汁 我相信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探索之旅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那这一集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杨阳拜拜